講講基建股 近期都不少朋友推介的 基建股1186 是Couria來的 5.6買入了 它說今年前景怎麼看呢 有沒有一成升幅呢 可以的 今年已經升到一成了 你應該問的問題就是 你這些位置再追 還有沒有多一成的升幅在這裡 應該有的 是 但是就短線 因為你5.6這些位置 真是高增 額價的機會是大 馬上馬上升上去的 就是說你講這些基建股 可不可以短期來說 噗噗聲的升兩三成 業績設 出現營起之後再升上去 會否出現營起 我也不敢肯定 就是這些基建股的角度就是 譬如今個月 很多人興炒內房水泥 我又主張炒基建 因為我覺得是很穩陣的 但是假設你5.6高增加了 要回立 我覺得不會深得去哪裡 最盡 如果要定一個安全的落車位 5.4 那你5.6買輸兩毫子左右 其實很抵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基建股就繼續擺放 更加適合擺放的股份 整年其實在股值上 我覺得最大的吸引力 都是2、3倍PE 5厘股息 怕什麼 我的角度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講這些股份 我之前覺得5.6 遲了一點點 但是這些位置追 都叫做相對比較安全 如果你在做中短線部署的話 5.4定一個落車位 落車位就再找一位買過 但是中長線就這樣閉上眼 大家不喜歡看那麼密 這些股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簡單一點 價值股上是說什麼 公司不會有爆發性的業務增長 但是股值很合理的 很便宜的 用來收息一流的 其實基建股現在是有了這些塊錢 所以你講其實2021年 他們已經在跑贏 2022年我覺得還是會繼續跑贏 因為今年唯一最害怕的 就是那些高股值股份的 高股值股份 就有機會就算業務還可以 都有一個殺股值的風險在 基建股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繼續擺到 好啊